今天的香港传真带您来看到香港立法会关注新闻自由 星期三香港多个议员就保障记者采访权 尽快制定资讯自由法等六个范畴 在立法会提出修订议案 辩论开始前 多名议员连同香港记者协会和其他关注团体召开记者会 表达对新闻自由的忧虑 提出议案的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强调 现在香港新闻自由不断倒退 要求定立资讯自由法 他又以NOW财经台民调暗藏污望六四而导致员工被追究为例 新闻自由和网络自由 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市民的核心价值 也都是对于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我们是看到这些自由这几方面 近年都是遭到很多各方面的冲击 昨天NOW电视台财经台发生的事件 这些都会令人觉得 传媒今天是不是会有一些自我审查的情况 恶化的情形 公民党则要求政府取消制定残扰法 潜扰法的影响大家真的不要低估 将来出去采访的时候 任何被访者只要一句话你是潜扰 民主党要求当局尽力方便新闻工作者的采访 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议员 要求政府尽快批出新的免费电视牌照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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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荫尼人记者梁珍在香港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